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即便是小两口真闹别扭 那也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可昨天下午在南京父子庙 一对小情侣在游玩时就大打出手 当着外人的面伤了和气 人家谈恋爱都问爱我有 有多深 这俩人直接问你打我有多深 当着警察和街坊们的面 依旧不依不饶 这对95年出生的小情侣 原是在夫子庙游玩 因为一点小事不合 男生先摔东西再打人 女生也不愿吃亏 伸手就回击 打出去的拳头就像泼出去的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自然收不回来了 后来男生当众下跪 也没换回女朋友的原谅 最终在警察的调节下 两人平息了战火 男生认错 女生决定回去冷静下来再算账